我们就新增一张仕图 我们来去看一下 受雇人员报酬 其实受雇人员报酬 我其实可以画在这个 好 所以我画在这边 画大一点好了 点空白的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地图 还有这个叫区域分布图 好 我建议各位点区域分布图 然后因为我们是城市 所以把区域别搬到这个位置 区域别搬到位置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只能看到像台北市 台北市 如果我今天我换成地图 它完全不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大小写那个台 是有关系的 好 我接下来 我再把就是这一个 受雇人员报酬 它这边是不是有图例 有维度 精度 工具提示 那例如说 假设你不晓得要放哪一个 你就直接打勾 有看到吗 这边 这边 台北市 桃源市 好 这边其实它都有点 它都有点 就是有点的地方 但是不多 但是不多 会不会是我现在受到网络的影响 所以就请你们画一下 就是做地图很简单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请点选 这个区域分布图 三 请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区域别 搬到位置这边 它现在放到工具提示 工具提示 假设我今天放到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的 就只有一个工具提示 好吧 那我们就先放到这边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地图 就当我点了这个地图 然后接下来 这位置 一定要放区域别 然后它这里面 有一个叫泡泡大小 你可以借由这个泡泡大小 来去知道说 这个 例如说这一年 1981年 谁比较大 所以这个授护人员 授护人员 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泡泡大小 所以它有这两种 它有这两种 好 我看你们画这一张图好了 地图 所以点选地图 接下来请注意 它的位置 一定要放区域别 你可以把区域别搬过去 第三个动作就是 这个泡泡大小 你就请勾 效顾人员报酬 然后这张图 它所呈现的意思就是说 台北新北 这个薪资是高于其他 那接下来应该是台中 与高雄 那你会说 我们只有六都 那你可以把这个区域别打开 就有很多个点了 这样听得懂吗 请你们先动手 来先画这张地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